写我们就 就是已经操作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窗口的切换 对吧 就是说你有多个窗口的时候 怎么去切换 比如说 主界面 对吧 报表画面 还有实时曲线 对吧 怎么切换 来操作一下 首先 我们在菜单栏 添加几个按钮 好 属性 比如说这个是主界面啊 对吧 我再复制 三个 四个 好 那这个你看哈 我们按住 Ctrl键 多选 我们上面的工具是非常方便的 真的 你看哈 纵向排版 左对齐 布局就不好了 对吧 保存一下 同时呢 你这边哈 属性这边 我锁定一下 就不动了 对吧 这个是非常方便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钮 我给它一个内容 叫报表 对吧 这个呢 叫实时曲线 对吧 保存 这个呢 给它一个 叫报警 安全退出吧 好 保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头部 我再给它这边建一个叫登录 上面啊 给它一个登录 再复制一个 等一下 上对级啊 好 它 是登录 给它是注销 对吧 保存 那同样的就是 这边有个标签 对吧 谁谁谁登录了 对吧 这个就是登录的当前用户 我给它就是当前用户 对吧 你登录了肯定有当前用户 对吧 上对级 对吧 当前用户 这个默认的是 保存 好 那这个呢 咱就建好了啊 我锁定一下啊 锁定 好 保存 那这个布局咱布好了 对吧 咱来看一下怎么切换 对吧 刚才咱说了 菜单栏 有这几个界面 报表 主界面 实时曲线 对吧 那咱再新建 那新建的时候 咱就不需要再新建了 复制一下就行了 对吧 因为你那个坐标跟大小 就不需要重新设置了 好 这个给它一个成命名 叫报表 好 好 Ctrl A 全选 Delete 删除 保存 对吧 这是报表 那咱再复制一个 粘贴 实时曲线 保存 保存 对吧 报表的话 基本上 你只要从这边拖出来一个 报表空间 对吧 保存 保存 那实时曲线 一样的 你拖出来一个实时曲线 对吧 我简单的先把布局给大家做一下 好 保存 那这个布局就好了 是不是很快啊 对吧 拖着过来就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切换画面 对吧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好 来看一下 菜单栏 首先啊 还是先了解一下需求 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首先我 我要做的就是 我是不是点这个按钮 就切换到主界面 点报表 就切换到报表界面 那这是不是动作 动作干嘛来的 看什么 看动画和事件 对吧 那你动画看一下 哎 他没有切换的 对不对 再看一下事件 基本上建议大家都看一下啊 那这里切换有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脚本 对吧 左肩按下 哎 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吧 那待会儿都可以看 那再往下看啊 哎 这边 大家能够明显的 看到啊 字面意思 字面意思能看 打开窗体 用这个也行 但是你还要关闭其他 对吧 那我干脆直接用这一个 打开窗体 关闭其他 哎 点一下 我是不是打开 我是不是打开 总界面 同时你框架也要打开 对不对 那这个报表也是的 对不对 报表 确定 那实时曲线 我再用第二种方法 给大家打开 那用左肩按下 事件去打开 那脚本怎么打开 对不对 咱来看一下方法 看哪里 是不是看右边 跟什么有关 那跟变量有关 那肯定不是 跟报警有关 也不是 那跟什么 是不是跟窗口有关 对吧 你打开窗口嘛 再看一下 哎 对象 对象里面 没有 那再看一下命令 哎 是不是有 对吧 所以说你刚开始 做我们组态软件的时候 并不一定要记住 哎 这么多指令 这么多函数 根本记不住 那么你只要记住 这个方法就行了 对吧 我就找 哎 我来看一下啊 哎 这边有好多方法 其实呢 你大概看一下 就知道 哎 这边也有一个 打开并关闭其他 点一下 哎 脚本都不用写了 对吧 直接选择一下 头部 底部 菜单来 实时曲线 点确定 哎 自动帮你写好了 保存一下 好 保存 那么我们现在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啊 好 正在运行啊 确实是启动的时候啊 你来回启动 非常耗费时间 那我们这个画面切换 做好了之后呢 我待会再来告诉大家哈 就 做UI设计的时候 不需要来回启动的啊 对吧 好 我们切换一下 试一下 报表 实时曲线 哎 是不是都可以切换了 出界面 那这个画面切换 我们就做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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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